就这样呢 还说不是爱情 谁信呢 我的手机 看不看不看 喂 杨牧泽 我的手机进水了 我借同事的打给你的 你的手机怎么没事 我的没事 你手机要是进水了 你回家放到那个 大米袋子里试一下 知道了 那个 刘燃没事吧 手术还算挺成功的 现在他的双肺 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就好 可是后面还要经历 更多的考验 抗排斥 抗感染 是肺移植之后 心肺存活的两大难关 有下一城在 这些都不是问题吧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厉害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包括你 杨伯泽 今天真的多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帮我带回肺园 还有 谢你带我在水下脱险 之前 因为灼燃的事情 我情绪有些激动 对你说了很多重话 对不起啊 你是 其实你挺好的 越来越觉得 生死关头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用怕 还挺安心的 谁在你身边 那个 田勇和肖灯在我旁边 我看一下 送他来回部队 然后 手机连那车在蓝牙 灯在没灯干 夏初啊 喂 夏初好 杨沐泽 我讨厌你 严正 你像一张不论你 不论你那么巧妙 是吗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 队长 等等我 还有我 是想 多陪陪你表妹吧 陪 谁 夏初 我说你小子怎么乐不思蜀的 你爸妈知道吗 就是我妈给安排的 我说他吗 好事 在你车修好之前 先开我的 这要触及约歌会 吃个饭也方便 还没到那个程度啊 队长 那就赶紧的呀 我跟你说啊 夏初这姑娘人好 长得大气 又喜性 又做君嫂的钳匙 赶紧 打恋爱报告 不着急 不着急 什么不着急 你不急 人家姑娘不急啊 恋爱报告打完了 至少等半年以上 才能打结婚报告 你说这一来二去 你耽误多少时间了 赶紧的 我俩还没确认关系呢 我说你小子休假 休这么多天 你 你干吗去了 我告诉你梁伯子 在恋爱和结婚这件事情上 你可别给我整出什么 乱七八糟的问题了 你要真喜欢一下初 想跟人家初 就尽早给人姑娘一个交代 我还给她交代啊 我腾她给我交代呢 啥 啥玩意儿 旅长 夏初啊 她跟这些姑娘不一样 别拿她跟其他人比 她主意太正 谁呀跟我面前老吹牛 什么在女儿国里杀进杀出 唯一的问题就是 拒绝不过来 怎么着 这回搞不定了吧 不是搞不定 是不想这么草率地搞定 旅长 这女孩 那套路有很多种 各种各样 但是对夏初 我一种也不想用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怎么了 你犹豫什么呀 哪能有的 有些人 哪能有的人 咱们 还没把 dire 咱们 咱们 好